大家好 俄罗斯和乌克兰打仗 中国的企业受到了海外资本的围剿 尤其是在小金属领域 小金属的孽 可以说这是小金属领域再入史册的一天 也是创造世界纪录的一天 同时我觉得对中国来说 尤其是中国类似的企业来说 也是教训非常惨重的一天 简单介绍一下 那么昨天 涅在伦敦的交易所当中 涨了90% 一天涨90% 从29,770美元一吨 涨到55,000美元一吨 最大涨幅90% 超过了2007年5月的最高点 创下了历史的记录 这个多单主要是瑞士的大宗商品的巨头 叫做佳能科 开空单的是中国浙江温州的一家企业 叫做青山股份 青山股份几乎是国内不锈钢的龙头 更是涅产业的龙头 它的涅矿主要在印尼 那现在它就面临着一个是认赔80亿美金 它没有这么多钱 所以现在很多新闻都传 佳能科要求他交出在印尼的 涅矿的所有权 还有在印尼的产业园的所有权 可以说在印尼深耕了这么多年 一夜之间就要变成别人的了 我觉得教训是非常惨痛的 对中国的很多产业在海外的布局 教训也是非常惨痛的 当然最终也许不是这个结果 但是目前很多报道都是这么个结果 哪怕不是这个结果也要赔很多钱的 要赔很多钱给人家的 也受死影响 对吧 伦敦的相关的交易所 暂时关闭了 暂时终止交易了 可见这个事专门就奔着中国这个企业来的 彭博社在2月15号发过一篇报道 叫做大老交易员对阵神秘 孽囤货商 那个这个大老交易员目前看啊 就是青山股份 这个孽囤货商呢 就是瑞士的 对吧 嘉能可 根据这篇新闻呢 这个嘉能可呀 已经把市面上三分之二的现货的孽 都买走了 他都囤积好了 所以你在市面上买不到孽 当然啊 青山股份 在印尼有孽矿 有孽的生产 但是印尼的孽不能用于伦敦的交割 能用于伦敦交割的最大的孽矿在俄罗斯 俄罗斯被制裁了 俄罗斯的孽也不能用于交割 也就是说呀 青山股份即便去俄罗斯买孽 也不允许你交割的 那也就是说呀 青山股份压根就没有现货 没有现货 你怎么能去开空单呢 这是我非常搞不懂的一点啊 没有现货 你为什么去开空单呢 这完全是反常识的操作 同时啊 中国最大的孽矿贸易商 宁波利勤的董事长蔡建勇 评论这个事呢 他说 这是海外资本对中国孽产业的 一次布局周密的猎杀行动 利用孽的交仓品种 和实际含孽产品的错配 结果我们行业巨头公司治理的漏洞 以及俄乌战争导致的大宗商品涨价 以及俄涅产品制裁的加持 我们中国涅产业 能源产业和其他优秀的产业布局者 正惨遭吐露 蒙受羞辱 我们就像一个小动物在旁边 看着一个大象被嗜血刺咬 震撼于海外资本的冷血 除了惊吓 没能力 失于任何原处 悲怆与无奈 这个蔡建勇啊 也就是说是宁波利勤董事长 说的挺好 海外资本的悲杀 这当然是一方面 但另外一方面 自己存在很大的问题 就一个是前面说的 你没有现货 你为什么去开大量的空单 第二个 对吧 煤炭 大金属小金属 铜铝千辛孽 一直涨的 你怎么能去开空单的 四个人都知道它在涨了 你怎么能去大开空单呢 我个人觉得可能是觉得市场都看涨 这个时候 对吧 我反击到形势 我突然开个空单 我能报复 能赚很多钱 但这是赌徒心理 尤其是你是这么大个企业 对吧 又是中国的这个500强之一 需要搞这个东西吗 所以啊 这个有国际资本的猎杀 但自身的问题很严重啊 我觉得这个蔡建勇呢 也是在避咒旧情 也完全是在避咒旧情 所以为什么说教训深刻呢 不仅是别人的猎杀 你自己存在很大的问题 这里面有赌徒心理 你说要套其保值吧 对吧 期货市场可以套其保值 但是你印尼的 链框的链 就不能到伦敦交割 你包哪门子值呢 他说现在谁都知道上涨的呀 链框企业多了 对吧 这个嘉能可 自己也囤了不少链 也没去保值啊 这种时候为什么去开空单呢 所以这个消息啊 犹如一个金融核弹 今天上午呢 A股跌的挺厉害 跌的很惨 我还可以啊 因为 为什么我还可以 我都知道 对吧 这个新啊 链呀 同个铝呀 都是在上涨空间的 俄乌战争会推动这些金属涨价的 尤其是在欧洲伦敦的交易所 俄罗斯的念况是主体 俄罗斯这一倍制裁 它不能交割了 市场本身就没有多少产品交割了 所以暴涨不是正常的吗 这种情况一定是暴涨的呀 还是那句话怎么能去开大量的空单呢 而且自己又没有现货的情况下去空单 现在逼你交割 你拿不出货来 你怎么办 要么追加保证金 要么移仓 要平仓赔人81美金 是这么回事 对吧 但是这只是单一的公司 我很担心会有更多的公司 对吧 干这种事情 干这种事情 对吧 那么该公司呢 看一些 对吧 一些讨论啊 跑国内一些期货呢 也去开户去了 其实国内的期货市场拒绝了它 因为它没有现货 没有期货 怎么能可能给你开户呢 怎么能可能给你开户呢 同样伦敦为什么给它开户呢 这也有一定的问题 但你自己又知道你没有现货 你去做哪个的空单呢 就算有现货 这个时候怎么可能做空单 所以自身的问题也很严重 对吧 到底是怎么想的 而且作为500强企业 对吧 我看了一下 企业现金流利润都好 需要去赌这个东西吗 对吧 包括这个 宁波立起这个董事长啊 说的也是 对吧 避重就轻 后边的意思呢 让国家救他 救他们 对吧 那你开了空单 挣了钱算谁的呢 如果让你赌赢了呢 国家结底 为什么要赌这些东西呢 但我还很担心啊 铜啊 铝啊 煤啊 这些产业是不是到国外套机保值 也开空单去了 这就比较麻烦了 为什么担心这个呢 对吧 其实从去年10月份到现在 国内很多 因为我超股嘛 看很多股评价 这些股评价呀 都是我们各大 券商的 基金公司的 理财的 等等 一直不看好大宗商品 大宗商品一直在涨的 所以这我觉得可能是第二个原因 我们国内 这些券商的理财呀 这些什么首席经济师 各种的一直不看好大宗商品 即便昨天啊 我在抖音 对吧 他们直播嘛 我还问了一嘴 我说这个煤炭怎么看呢 还咱们讲煤炭是反弹 不是反转 这个东西没有行情 都连涨五个礼拜了 还这个样子 这种看法不知道怎么来的 我觉得其中最主要的想法呢 是去年 中国的煤炭涨了很多 发盖委发了十多个文件 价格压下去了 对吧 但是 所以就认为其他的小金属 不会涨的 对吧 就是不管国外的供需如何失衡 国内不会涨的 那也可以 那你到国内起锅是啥 你跑国外 对吧 把这种思维呢 带到国外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呢 还是贵美政 包括今天啊 在抖音直播问了一对 他跟你讲啊 美联储主席 鲍贝尔说了 通胀是战时的 对吧 要不就讲北向资金如何如何 就完全没有什么宏观分析能力 天天就看着美国在说什么 那你鲍贝尔那些话 华尔街都不信的 你怎么能奉落圣经呢 对吧 这也是一方面 就认为通胀是战时的 通胀是战时的 所以你看国内的基金公司 去年都赔的吊当尿裤的 为什么 就没有看出来 通胀是长期的 通胀不是战时的 这个鲍贝尔讲通胀是战时的 然后又讲美联储要加息了 通胀解决 怎么能解决呢 基本就是在念经 对吧 这也是一方面啊 缺乏宏观分析 完全就看看美国那边说什么 美联储讲什么 就完全按照那个来 而且事实上也没有完整的 认真的看鲍贝尔的话 如果完整的看鲍贝尔 没有给你一口咬定 搜朝鲍贝尔派 那说都是可能 可能 也没有一口咬定 但你结合各种形式啊 怎么会这么判断呢 尤其是 尤其是俄乌战争 适个人都知道 这些东西都是要猛涨的呀 所以 但是我国内 我看了太多了 这个分析师 尤其经常看抖音嘛 有时候听着他们讲 对吧 认为这个石油涨价也是暂时的 天然气涨价也是暂时的 所以我们能看出来 在国内 不管股市或者其他的事 对吧 这些小金属啊 几乎都没有涨价 只有今天 这个事情闹得很大 很多散户才意识到 小金属真的是要涨的 才去卖 包括黄金啊 战争啊 几乎都没有动 没有动 对吧 都没有动 就这种 滞后思维啊 然后还在那里抱团炒白酒呢 对吧 所以你像这些券商啊 基金公司的这种思维啊 我觉得很多企业会传导过来的 他们可能也会咨询这些人 也会咨询这些人 对吧 如果单纯是一个轻松股份吧 对吧 那也就这样了 但是如果其他的呢 对吧 如果真的像在抖音看的这些 各种券商的呀 各种基金公司的这些所谓的理财经理啊 如果真的普遍这么认为 我很担心去国外 大量开了石油天然气 对吧 不仅仅是涅 你再开了 靶金 T 黄金 还有这个 锐矿 对吧 大量开了这些产业的空单 那很多海外的产业就要没了 这才是比较严重的啊 所以最后吧 希望这是单一公司的事情 这是单一公司的事情 对吧 同时还是这句话 该公司 对吧 还有这个 宁波利琴的董事长蔡建勇啊 也就是中国最大的涅矿贸易商 宁波利琴 似乎也没有意识到问题到底在哪里 没有意识到问题在哪里 这些企业 你竟然是做实体企业的 去搞这些东西到底干什么呢 本身你手里没有货 无法交贯 你就不管空单多单 你其实都不能开的 你没有货你开什么呀 对吧 而且单纯把这个问题 看成了国外资本的猎杀 你看讲 对吧 就像一头小动物 看着大象被视觉者撕咬 震撼于海外资本的冷血 除了惊吓 没能力施以援手被创于无奈 完全是这么个事吗 背后深层的东西可能不在这里吧 深层的东西肯定不在这里 还是过去呀 对吧 这是另外一层面 利用这种不规则 对吧 手上没有东西 空手套白狼 干的次数多了 赚了几回 觉得真能行吗 显示不行的 显示不行的 再一个 还是对宏观判断是非常失误的 对吧 全球的通胀 尤其是在大宗商品的通胀 是必然的 这是无可避免的 这是无可避免的 包括煤炭一样 这都是无可避免的 不管怎么压 都是无可避免 中国拉周期就是要来的 再一个 不要觉得煤炭 对吧 在国内发改为 把这个价格暂时压下去了 你去国外 甚至也带着这种思维 觉得外国也会压下来 这都不是的 都不是的 即便国内吧 战是压下来了 知道能压得住吗 因为经济周期摆在这里吗 对吧 这些问题都交织在这里的 长期趋势都是看涨的 不用长期 现在一样 对吧 尤其俄无一打仗 这些东西都在猛涨的 怎么能去开空单呢 说实话我还是想不通 想不通 所以还是那句话 也不用过多的谴责 国外资本的围猎 还是多考虑自己 为什么这么做 为什么自己这么做呢 其他的企业 有没有这种事情不清楚 但至少从这家企业来看 主要的问题 还在自己身上 这完全是反制 你这种时候 怎么能去开空单呢 你今天掏鸡宝质 我也想不通啊 那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 请订阅一下